哈喽,大家好,我是方美 现在在我家楼下吃点饭 因为已经中午了,刚刚把小刘送去宜家 我也是刚睡醒,准备吃点东西就出去 也不是自己来,因为昨晚上吃东西都挺晚的 所以就要睡到中午 小刘早上就吃点面包和点奶 然后就自己上了网课 中午,她也去宜家吃了 所以就我个人在外面随便吃点 然后就趕着出去 干啥 我的饭已经来了 叫了一个姜葱蒸碗鱼 然后一个柠檬茶 她配了一个白饭 50多块钱 自己一个人吃吧,又不知道吃啥 所以说就在外面随便厕所吃了 赶紧去办事 这个柠檬茶是我必点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柠檬茶真的很好喝 酸酸甜甜的,又有茶味 柠檬茶一定要把这个柠檬多碎 那个酸味,柠檬的那个味才会出来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把那个糖在上面 你们发现没有,我这个眉毛 现在没有那么浓了是不是 那个,结那个夹已经掉了 掉了过后看着还可以 以前老是被网友吐槽 我这个眉毛 因为我以前那个眉毛呢 也是浑过的 它就闻了没多久吧 就也没去补色 所以说就 后面一块很多都没有 没有颜色了 所以说这次闻了还挺满意的 这个眉毛 整体来感觉这样子 出门就比较方便了 不需要画眉毛那些 其实我自己的 也不喜欢画眉毛化妆什么的 经常被朋友说 我的皮肤怎么那么好 怎么那么八 以前觉得 就是天生逆智吧 不要脸的说一句话 就是天生逆智啊 但是 就没有那么多天生逆智 就我这次回老家 这斑呢长出来了 我要是天天跟着我妈们去地里面干活 那个太阳 也不知道我们那边的太阳 是独一点 晒的那个斑都出来了 人也晒黑了 以前是自己就觉得 怎么都晒不出来斑 或者说怎么都不会说 被太阳晒黑啊干嘛的 就经过这次过年回去 哎呀 斑也出来了 打也出来了 看来年里也到了哈 也需要保养 以前我朋友们都说我太懒了 一年到尾都 出不了一两次面目 我以前擦脸 知道我都知道我以前 就用那个很便宜的那个篮子 两百来块钱 那个土叶 十斤一呼就行了 嗯 因为比较懒 不喜欢擦什么眼霜啊 什么玩意儿搞一大都呀 这个太阳晒出来的 不知道怎么搞 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等一下吃完饭 要去那个叫什么 喜爱广场那边 因为喜爱广场那边 现在那个在搞活动嘛 那个券挺划算 就是说可以用三千块的券 但是那个券好难买 我今天买了也买不了了 那个券已经周围都搜刮过了 买不到券了 所以说赶紧去帮他们买了 等一下早点回来 做饭给老公和女儿子 毕竟家庭还是要兼顾的嘛 还有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的话 我也还在考虑当中 上班时间 下午的两点到晚上11点 根本没有时间做饭 然后也没有时间接送小孩 嗯 那样的话 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比较麻烦 我就是想着要看一下 跟经理说一下 要么我就到时候吃多 就做一点带坐 补得一点家用 或者说 嗯 去上班 换个时间段 然后上个几天这样子 嗯 到时候跟经理聊一下吧 前一段时间经理发行 就问我啥时候回来 我也跟他说了 回来我还要忙个时间 忙完的再去找他 跟他两个面谈 我叫他如果真的缺人的话 就叫他 嗯 请别人先 等他真的不够人 我就回去帮他或者干嘛的 但是我们经理说 没事没事没事等你回来 哎呀我妈呀 好感动 嗯 请了两个月假 他还给我留着位置 嗯 我觉得 这种工作关系的认可 我觉得是觉得很满足啊 你们觉得我 应该是说 嗯 坚持去 嗯 上班 然后 但是上班 肯定是照顾不了小刘 他那个时间段 嗯 真的不允许我照顾小刘 晚上11点才不来 嗯 里面也 以前看过我视频的人也知道好 然后做代读呢 做代读我也就是说 适当的跑一下 嗯 毕竟家里还是第一位 女儿也一天天变大了 啊 学习也开始在紧张呢 这就是 今年的规划 嗯 过年不是也出了那种事啊 不过我觉得啥 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 嗯 我觉得家庭那些才是我 放在所谓的东西 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哈哈 纯粹的聊天 过年的时候本来说想回去 给你们直播聊一下天哈 啊 发生那个事过后 现在已经造成我心里 也不敢开直播了 怕 再已经历不起那种打击了 所以说 啊 有时候如果想跟你们聊天 就这样 纯粹的拍个视频 嗯 闹一下咸可 希望你们不要嫌弃我啊 一顿吃饭真的好无聊 只能对着手就不停的说 别人 嗯 那些店员 把我看着 我是个神经病 哈哈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也吃饱了 我也要去 赶着坐车 赶进去买完 回来 等一下做饭 嗯 那咱们就拜拜了啊 下次再聊 喜欢我的请点关 转发一下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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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